来西亚吉隆坡慈激增降环保站成立10年 一直是社区众务的环保中心 和其他慈激环保站一样 增降环保站努力扩大可回收资源的种类 减少浪费让资源发挥最大价值 我们环保站这个plastic有分四种 那么这个保测瓶是一号 只是一个袋子 这边是颜色官 颜色官是二号 二号以上到二三四 都是在这边一个袋 这边是硬体 硬体是五号五号以上都放在一起 回收商所建议的 我们只是跟回收商配合 那么我们拿去回收商 他们就不用再分类 再重新分类过了 仔细分类可以提高次元料的品质 二度在制成塑料产品时 就可以更耐用 我们纸杖分类有分成黑白纸 也有彩色纸 那么还有一些纸皮 接下来我们还有报纸 这四大种类的纸张 就如这个信封 我们里面有白色的纸 也有一些塑料这样子 如果我们分得细的话 就将塑料放去一个栏 然后用白纸就可以把它放去另外一个栏 环保清净在源头 绿色运动要达到事半功倍 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关键 那么我们也尽量有跟他们说 如果可以将纸张分类好 那其实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的负担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处理主张 跟轻松一些 环保全民参与 可以从源头开始把握 只要小小动作 便可以协助地球永续发展 大爱新闻黄晓晶 林英亿马来西亚吉隆博报导 塑料制品其实并 给大家看